大家好,我是农卷分宜宁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算得上是世界级的观光景点 世界各地的牛客来纽约 一定会来时报广场打卡的 我来这里也有好几次了 每次来都是流连忘缓 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 让我对这里的美好印象大打折扣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我的一位熟人 她是一位才16岁的女生 最近与她同岁的另一位女生朋友 一起来时报广场玩 拿出手机进行拍照 一群身着卡通造型服装的人 热情里迎了上来要与他们合照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手机就被夺走了 无奈之下只好和他们拍了几张 可是没有想到麻烦事就来了 他们一定要女孩给钱才还手机 而且一下子围上来了四五个 女孩很害怕就问多少钱 他们竟然狮子大开口 说一个人20美金 女孩的口袋里只有60美金 他们故作无奈 竟然把60美金全部拿走了 这完全是恐吓欺诈行为 我很气愤今天特意过来跟踪拍摄 发现整个广场走江湖的人很多 于是混杂之地 好 请跟我的视频仔细观察 有知道更多信息的朋友 请留言分享给大家 谢谢 我谢谢 谢谢 就是这些身着卡通造型的人 整个过程前 结束没发现要到钱的环节 也许他们只是欺负那些年纪较小的女孩 如果是大人他们也不敢乱来 所以我提醒大家家里有年纪小的孩子 如果要来时报广场玩 一定要警告孩子注意这些走江湖的人 我想不光是这些人 还有一些隐藏的陷阱没有被揭露 美国疫情严重到每两分钟就有杀人死于病毒 但是广场上的人流还是很多 形形色色像个大舞台 美国民众对病毒的态度已经麻木了 美国民众对病毒的态度 美国民众对病毒的态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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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